字幕提供4K超高解釋度 成為追求平幕質素的一大焦點 近期4K超高解釋度 成為追求平幕質素的一大焦點 ASUS早前推出PQ321 True 4K UHD顯示器 創新進IGZO技術面板 創新進IGZO技術面板 提供4K340x2160解釋度 可視角度也較一般的屏幕提高至176度 令到用家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清晰的影像 ASUS PQ321 QE 以31.5吋大屏幕設計 但厚度只有35mm 提供4K340x2160解釋度 像素密度還達到140ppi 畫質細理 屏幕部分達到750x490mm 重量大概為13kg 配一套可以調校的底座 令到屏幕可以上下升降 和向左右兩邊扭動 還可以調校向上25度 或者向下5度的樣角 底座和屏幕不可以由打滑旋轉至打直 但是底座和屏幕之間以掛勾設計 用家就可以將屏幕以垂直方式掛上 達至直向的視角效果 屏幕支援10bit RGB 色彩層次 配合電腦硬件和軟體 可以達到接近10億色彩的顯示 PQ321QE 創 IGZO TFT技術 令電子遷移率提高50倍 由於電子的流動速度加快 令TFT裏面的元件可以做得更加細小 顯示屏幕的像素大大提高 機身似有一組DisplayPod 1.2接口 用來傳送4K超高格式度的畫面訊號 同時設有兩組2WRMS立體聲揚聲器 透過DisplayPod接口進行聲畫同步傳送 用家還可以按個人喜好 利用機身旁的3.5mm Audio Output連接其他揚聲器 機身旁設有一排功能按鈕 可以調校電源開關、音量和菜單鍵 如果用家希望以電腦輸出3180x2160 60Hz的訊號 屏幕裏面就提供一個DisplayPod Stream設定 用家就需要由SST設定為MSP 才可以使用3180x2160 60Hz的訊號 到處理該 除名而 屏幕製的軌道 在3萬多連接手都找到 5萬多連接手的訊號 含用介紹 3萬多連接手毛